只要我没死 就一定还清所有债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他公司破产 欠下数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他没有跑路 也没有做老赖 而是一步步努力经营 奇迹般地还清了所有欠款 之后他出家为僧 在深山中苦修 他叫邱威公 是一名泰国华裔 一生都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作为泰国最大的工业地产商 邱威公手握泰国和越南五大工业园区 有来自全球的上千家工厂 和30万员工驻扎其中 产值一度占到泰国GDP的11% 他在Facebook拥有3000多万粉丝 每次泰国总理大选 都有极大的呼声支持他当总理 就连泰国前总理阿南 也推荐他做曼谷市长 认为他当市长后 曼谷一定会有很多好的变化 但这些都被他以 不喜欢从政为由拒绝了 如今70岁的邱威公 签署了一份裸捐遗嘱 表示要在自己死后 将99%的资产 约200亿泰铢 折合人民币41亿元全部捐出 他说 我出生时空手而来 以后也将空手而去 我因为社会创造并留下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 让社会永远充满美好 大家好 这里是第五情报站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 邱威公的不凡人生 邱威公 祖籍广东潮州 1953年出生于泰国北壁府 他的曾祖父是客家人 早年为谋生计闯荡南洋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 在泰国建起了一个甘蔗园 由此在泰国定居下来 为了不忘本 家族规定每个人都要学习中文 所以邱威公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邱威公很小就开始在甘蔗园里干活 抽水浇地 拔草施肥 还帮着父亲管理300个工人 统计每块地砍下的甘蔗数量 检查甘蔗是否补重齐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勤劳乖巧的孩子 却每天忍受着父亲的毒打 父亲风流成性 在外面有23个私生子 并且脾气特别暴躁 常常稍不顺意 就对邱威公和母亲拳脚相加 有时候还会往死里打 有几次把邱威公差点打到残废 邱威公清楚记得 11岁那年 自己开着甘蔗园的皮卡车 给工人们运送甘蔗苗和肥料 由于刚学会开车不久 操作不熟练 一不小心撞坏了汽车的前脊盖 父亲凶神恶煞般地赶来 没有问他受没受伤 轮起电棒就朝他重重砸了过来 他下意识闪躲 电棒擦着他的小腿掠过 砰的一声砸在车架上断成了两截 邱威公吓蒙了 事后他回想 如果当时躲得慢一些 断掉的一定是自己的腿 还有一次 邱威公干活时出了错 父亲不问青红皂白 照着他的脸就是狠狠一巴掌 直接将他抽翻在地 他倒在地上 整个脸都麻了 脑子里一片空白 紧接着嘴里泛起浓重的血腥味 弟弟妹妹们被吓得浑身发抖 连哭都不敢发出声音 他却没有哭也没有示弱 支撑着身体爬起来 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院子 嘴里和衣服上都是血 他一边脱下衣服放到池子里洗 一边想为何自己每天干那么多活 却还是常常被打得半死 他委屈极了 那一刻他与父亲之间 产生了再也无法弥补的裂痕 那时的我走投无路 为了逃脱父亲的魔爪 我甚至自杀过三次 我觉得父亲就不像我父亲一样 15岁那年 邱威公来到中国台湾读书 在台湾大学读机械工程 也是从这一年 他和父亲因为一些矛盾彻底决裂 他被赶出家门 学费生活费也被断掉了 为了继续完成学业 邱威公一边上学 一边努力赚钱 他低价收购一些破旧的自行车 修理后贴上自己设计的商标 租出去换钱 寒暑驾驶则从泰国买一些首饰 偷偷拿到台湾出售 这些首饰很受欢迎 一条几百泰铢的项链 能卖到一千多泰铢 价格直接翻倍 这让邱威公意识到 进出口行业有很大的赚钱机会 于是他频频光顾商品展会 调查哪些商品最受欢迎 并联络进出口公司 把泰国的水牛皮 黄牛皮 牧鼠等买到台湾 由于精通泰语和中文两种语言 他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做得风生水起 到大四时 已经攒下了四万多台币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 而这一年邱威公刚满19岁 靠着大学期间攒下的这笔钱 邱威公毕业后回到泰国 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安美德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从事农产品和水产品的出口贸易 一次他参加台大校友会 有校友见他对中国和泰国都非常了解 就建议他在中泰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建一个工业员 并承诺一定带头到他的工业员投资办厂 邱威公觉得这个主意很好 于是经过考察后 1988年他筹资470万美元 买下了曼谷东海岸的120亿亩土地 打造了邦巴公公业园 靠着泰国得天独厚的贸易枢纽地位 邦巴公公业园吸引了大批企业入住 许多巨头公司 如丰田、日立、三菱、索尼等 都在园区内建立了工厂 之后囚威公如法炮制 多方筹资贷款 先是在越南建立了亚美达工业园 一年后又在曼谷建立了罗永工业园 作用三大工业园 邱威公成了东南亚地区 举足轻重的工业地产大亨 一时间名声大噪 生意上的顺风顺水 让邱威公非常得意 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子 认为赚钱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 然而 中国有句古话叫乐极生悲 就在邱威公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他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灾难 邱威公的快速扩张 以及高倍数的杠杆操作 给他的事业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 大批企业工厂接连倒闭 摧毁了邱威公的工业园区 同时也让他在印度开发的土地项目毁于一半 他一下子欠下几亿美元的债务 那时整个泰国几乎破产 我也破产了 从天堂到深渊的落差 让邱威公近乎崩溃 一夜之间从富翁变成了富翁 面对找上门来的债主们 他没有逃避 而是告诉他们 自己绝不会赖账 一定会还清全部债款 此后邱威公着手缩减业务 拍卖资产 除了日常必要开销 他将全部进账都用来还债 同时他满世界跑业务 游说各企业到泰国办厂 亚洲跑遍了又飞往欧洲 就连德国宝马都跟他建立了合作 在他的园区内开设了工厂 最终用了五年时间 邱威公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 这次危机让邱威公沉稳了很多 他放慢步子 不再一味追求盲目扩张 而是金庚现有客户 努力把工业员的服务做到极致 一般来说 工业员只要做好基础设施 如道路水电等就足够了 但邱威公并不满足于此 他将自己的工业员称为城 里边有顶级的医疗会所 度假酒店 商场超市高尔夫球场等 甚至为了方便城里的公司和家庭 专门建造了医院 学校和银行 他说 很多外国人在这里居住三年 就不想回家了 因为他们在这里不仅能赚钱 还能生活得很快乐 2003年 在过完自己的50岁生日后 邱威公做出了一个 让很多人惊讶的决定 抛下一万身家出家为僧 他把公司交给下属打理 自己跑到深山里建了一座小屋 每天在山中静坐冥想 在小屋里写作 这是他人生中最纯粹 最简单的一段时光 完全摆脱了世俗烦扰 吃的是粗茶淡饭 穿的是粗衣不斜 每天睡足八小时 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冥想和写作 静谧的环境让他完全安静下来 不再因物欲而奔忙 学会了感悟生命 知足常乐 几个月的修行后 他彻底喜欢上了这种生活 从此以后 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在这座小屋里度过 他用十几年的时间 写下了二十一本书 其中自传做一个好人大卖 成了泰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深受包括泰国国王在内的 很多人喜爱 这本自传还被排成了电视剧 Fair Amateur 寓意永不熄灭的燃烧之火 在东南亚多地播出 他的书都卖得很便宜 每本折合人民币约四块钱 保证连乞丐都买得起 因为他写书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要传授经验 帮更多的人走出困境 我希望给予年轻人的事 如何用双手和智慧去创造财富 这样他们前半生或许艰辛 但后半生就能享受自己打拼出来的财富了 2011年为了找寻写作灵感 邱威公决定环游亚洲 此时的他每年公司分红几个亿 这些钱足够支撑他做任何事 他组建了一支十人车队 开着亲自设计的四辆房车 穿越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中国等地 并拍摄了专题纪录片 威公看世界、亚洲的崛起 希望通过镜头让全世界的人了解亚洲 将东方文化和价值观推向全球 在中国 他用了超过四个月的时间 走遍北京、上海、云南、江苏、黑龙江等21个省市 他并非简单游乐每到一处 都会接受当地政府的邀请 参加相关的投资推介会 以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拓展中泰两国的贸易合作 在他的工业园区内 讲华语的工厂有一百多个 其中从中国大陆来的占到了九成 他说在泰国居住和工作的华裔有很多 能在泰国建设一座中国工业城 华人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一盘散沙各做各的 而是能有一个基地 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如今的邱维公已有70岁 今年三月在自己的生日宴上 他签下了一份裸捐遗嘱 他表示要在自己去世后 将个人资产的99% 约200亿泰铢全部捐出 这些钱将用于资助 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完成学业 并为泰国的文学和艺术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也许是父亲给他的童年留下了太多阴影 邱维公一生没要孩子 无儿无女 多年来 他一直对23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非常照顾 在感情上视如己出 他把自己30亩地的村庄 细分给弟弟妹妹们盖房子 并留出两块空地 计划着等侄子侄女们长大了盖楼房 一层住一家 同时他也计划着建造一座养老院 一山傍水风景宜人 弟弟妹妹们如果愿意 都可以搬过来居住 当被问到是否因巨额财产 无人继承而感到遗憾时 邱维公说自己从未遗憾 自己的钱本就取之于民 理所当然该用之于民 捐款能帮助更多人 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邱维公在政界商界都有很多朋友 不止一次有人提出 希望他能竞选泰国总理 但邱维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他说我对政治实在没什么兴趣 他从不热衷权利 他坦言像闲云野鹤般生活 是最让他快乐的事情 前半生努力打拼 后半生享受生活 这大概是人这辈子最好的活法了 只是很少有人能像邱维公一样 能如此从容地 从金钱与权力中抽身而退 知足者贫穷易乐 不知足者富贵易游 这是邱维公的人生态度 也是他的智慧 在他看来 那远离服侍的一间深山小屋 足以成为心灵最安稳的栖息处 �이크 评 astronomy